没有没有没有没跟我一起没跟我一起 叔叔阿姨哥哥姐们大家一起戳戳屏幕点点赞 那你赶快先给阿姨打个电话 不然的话有点担心 正好没事一个大伙人没事 阿狗最主要哥姐说阿狗在这就不用担心 阿狗在这我只是来找表姐夫上的事情而已 你不用担心了 叔叔阿姨妈我小狗 阿蜜啊嗯 阿狗过来想跟咱们他咋啦 没事我跟表姐夫上的你不用说表姐夫 你今天这么快说的我都有点害怕了 你你是不是有什么目的 我感觉他今天变成这个样子有点不正常 谁说的谁不说呢 挺正常的 有什么不正常 你说你哪里正常的吗 我哪里不正常的 一口一个表姐夫 还而且还今天这么和皮气和的来到这 你肯定是有啥事 贝母贝母说了没有 收到了我这个钱了 我我跟你叫小狗贝母说到 我差点就收不过来了 我跟你说这个贝母说到今天先不能吗 不能吗 呃我我给你跟你说个事 咱们上一次我们不是一直在帮帮一个幼儿园吗 啊对 上一次我给他们幼儿园很多小小朋友不是得的那个假 我知道 我给他们寄过去的贝母 园长给我回消息了 回消息了 他们哇吃了吃了贝母都好了 哎呦我这个手机还还看不了 还看不了吃了贝母都好了 这个非得给他们寄过去 好吧 这个这个歌解说他们希望大家理解 今天给他们寄过去 呃呃说说说非正式 呃 他他他过来找你干嘛呢 呃你你自己你自己跟你解说吧 那你这有什么好说的 不是来来来你你来这呗 你今天突然这样我说实话我都有点接受不了 你刚刚找小苗哥没有骂他吧 有什么 没有没有就跟我商量设计 那那就好 嗯 你确定没有骂他 确定啊 你要是骂他的话我跟你讲我跟你没完呢 不会的 我怎么会欺负表姐夫呢 不会的 今天真的没嘛 还欺负表姐夫 你别叫表姐夫了叫的吗 你叫我小苗哥吧 真的你在叫的我说是吧 这不挺好的吗叫的 你有啥事吗 没事没事 没事 真的 真没事吗 到底有啥事你说吗 是吧 你这你就直接你这直接就跟阿米说 你就直接跟我讲 你直接跟阿米说 直接说 是吧 直接说 跟我姐有什么好说的 我俩知道就行不要结束 到底啥事 你们两个不要把我们在谷里面 你别搞的 我受过心 很辛苦的 我累死了 我只是我只是知道你心底下来 我想要你帮一下我而已 咋了 你要不说的话那我直接就说了 啥意思 我就直接说你跟我谈的这个事了 啥意思是说阿姨们 他二狗跟小苗哥说了啥 你俩行不行 到底那你要不说我说了 哎 快点说我看我 哎 我的天呢我 他给我做个生意 生意 他给你的生意不要做 哈哈哈 什么我这是 你不会让小苗哥在这里做生意什么 让生意亏了怎么办 不会的 你这种人做生意你觉得能挣钱吗 这个生意对表姐夫 是不是小苗哥 对表姐夫你俩都不好了 没事没事不要吵不要闹知道吧 阿狗今天 不管怎么说哥姐说 人家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的 伸手不打笑脸人 对不对阿狗不管怎么说 人家一句表姐夫叫的吧 提着还是舒服的 对吧 不是到底啥事了 对吧 哥姐还说说阿姨吧 对吧 我看我笑得不行了 不是你别开心了 然后他到底要找你做什么生意 好那我就直接说了哈 说阿姨哥姐吧 你有什么好舒容 我俩知道不行了 不要亏了 阿狗把我的那个茶给我倒过来 泡几粒杯 交易 什么交易 那个喉咙还是还是没好透 做交易 把水再烧一下哈 阿狗辛苦了哈 你不会害小牛哥吧哎 怎么会呢 这我对表姐夫这么好 然后 呃来 我就我阿妹 那你说吧他不说你不说 我就直接跟你说 你不说我说了这个事情 阿狗你你先别说话 你先别说话 你别打断哈 我就我就直接跟你说是发生了什么 好 就是阿狗 他不是想跟阿牛 那个在一起吗 觉得吧 这个事大家都知道了 对吧 然后他今天过来 嗯 要跟我 你不够吧 你带匪去吧 不是你听我说 你说他口袋里装了一包烟 要把烟给我 我烤过来 阿狗人家事故这块搞得稳稳的 我说实话 真的突然间就搞不懂啥了 你听我说完 嗯 然后 他跟我商量 想让我想跟我做个交易 交易 嗯 就是让我 啥交易 大家点点赞好不好 咱们点赞现在是45万 啥交易 然后点到60万 然后他想 他想让我帮他说出好话 让阿牛跟他一块回去 然后你听我说完 你听我说完 你说 然后他 说了 我如果同意劝阿牛 他 知道 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回家 回安徽过过年吗 然后他说 他帮我劝劝你爸爸妈妈 然后他让他的父母 一块去 你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的天哪 哎 你你我我感觉你这个人真的 我我跟你讲 我再怎么想跟小妹哥一起去安徽过年 你也不能 你你也不能伤害我二姐知道吧 什么伤害呀 你那都说不是吗 我真心喜欢阿牛阿姨 真心喜欢真心 那阿牛阿牛不愿意的吗 你又把阿牛整整整哭了 或者搞 严重一点的话搞抑郁了怎么办 怎么会呢 感情可以培养的吗 培养跟啥 我不能因为小妹哥我们两个事情 然后把阿牛伤害到我跟你讲 真的是 你这这啥啥交易 我跟你讲我气死你了 这不好吗 这对表姐夫和你俩都好呀 这不是挺好的吗 挺好 你自己说好吗 你这个主意谁帮你出的啊 你说说 谁帮你出的 是不是 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这个事情阿狗 他他他自己做的 真的是气死我了 叔叔阿姨们 你说对不对 不能因为 阿狗你先出去一下 我跟你姐商量商量 好吧 我我喊一声你再进来 你不要在外面偷听 好吧 这这我接下来 我跟阿米说的话 你不能听点 我就说今天这个人咋这么搞 还叫表姐夫呢 出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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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米我给你商量个事 真的是 好吧叔叔阿姨哥姐姐们 我跟阿米商量个事 小苗晒黑了 我给你讲门都没有 你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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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你自己说呢 这个事情挺好的 这个事情好 你手机给我等一下 你手机走 肯定是我舅舅给他出的主意书刷一问 对应该是受人指点了 小苗把他的手机拿过来了 他就看不了我直播了 然后他今天咋这么听吧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嗯 是不是 阿米你说 你吃几粒被什么被我 我怎么感觉你想流鼻涕 对 吃几粒吧 我都好了 我都 就那天不是跟二狗吵一下 我我的壳走了好了 然后 阿米啊 嗯 嗯 其实说实话哈 你说 嗯 你之前 跟我说过嘛 嗯 阿狗 在你们这个家族说话 还是有点分量的 因为他 我知道 都宠他嘛 嗯 都特别的疼他嘛 然后最主要是什么 他们家里有点钱嘛 然后 谁啊 哦 嗯 你先 你先不用接吧 然后 嗯 其实我是觉得 阿狗 其实你 可以咱们求救他 让他帮帮我们 求他 嗯 求谁也不能求他 你知道吧 嗯 我的天哪 那你们刚刚做的这个交易 你觉得 我是不可能 我知道你别着急啊 你别你别着急 不是的小梅跟你听我讲 我再怎么想跟你去安活过你 是不是 那也不能因为二狗把我二姐带走啊 你知道我二姐前面前段时间回去之后 一直待在房间里面 真的都哭 晚上给我打掉都哭的稀里哗啦的 要是我这么做的话 我真的我 你也知道的 我跟我二姐是从小真的光起屁股 咋子这么好的姐妹怎么可以 不是你听我说完 知道吧 我也我刚刚就跟阿狗说了 我说阿牛不怎么可能嫁过去啊 那怎么可能 我都刚说的生的小孩都都都有问题 那以后日子怎么过嘛 是的 对不对 但是你听我说 咱们是不是可以 求求阿狗让阿狗帮帮我们 是不是或者说咱们假装同意 假装同意 那假装同意 那公民阿牛不跟他 去了他他又在中间下狗 我们也没有抱他呀 我们只是说我帮你劝 能不能劝成功 谁能抱他吗 是不是我只不我不只只说了我帮你劝 我没有说我一定帮你成功呀 好像也是哈 对不对啊 各个结束阿姨们你们说觉得觉得 可以的话咱们打上两个字可以 你觉得呢 你被摸赶快吃呀 吃了 已经吃了 对 你看 我昨天晚上那啥 有点照亮了 你看 你看你看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都说可以 但是后面如果阿狗 我们没有把阿牛 劝好的话 他肯定会 他劝不好跟我没有这么关系啊 我们只答应帮他劝 没说一定帮他劝好呀 但是你现在给阿牛打个电话 让他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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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姐叔叔阿姨们 咱们先让阿牛过来好不好 先让阿牛过来 先让阿牛过来 叔叔阿姨哥姐吧 你提前 让阿米提前跟阿牛打个招呼 不接 嗯 他不接我电话 他在干嘛 我不知道 要不这样 你看 哥姐叔叔阿姨们 咱们先让阿狗进来 我们答应帮他劝 然后让他 就这两天就给 就给他爸爸妈妈 就给阿米的爸爸妈妈说 阿米要跟我回家的这个事 好不好叔叔阿姨哥姐们 他不接我电话怎么办 阿米啊 嗯 还有一件事情 啥事情 嗯 我 我打算给你个惊喜的吗 惊喜 嗯 啥惊喜 嗯 你给我的惊喜 不就是阿狗跟你做的这个交易吗 怎么可能啊 嗯 我想 啥惊喜 啥惊喜啊 还是刷一个 嗯 好来来吧来吧来吧 因为阿狗的手机被我拿来了 说话我们说话都听不到 你放心 朗朗来吧 你怎么能这样子 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说你今天干的啥蠢事 什么我干的什么蠢事 这对你和表姐会不好吗 还说交易 但是其实说实话也还 也不是不行啊 可以吗 也是也可以 可以吧 看你那个秀 也可以 等阿牛一会过来 我帮你们帮帮我们两个说话 给你劝劝 可以可以 看你那笑子给啥了 可以吧 给你给你劝劝 给你劝一下 但是我我丑话要说到前头 啊什么 我们只答应帮你劝 能不能劝的好 对 这个我们我们不敢保证的 那你们就夸我啊 不是夸你什么叫夸你 那你要不行 我那把我 前往脑子过来也不一定能 帮你劝劝好 对啊 我们不敢保证 我只能说那个阿狗也不错 对吧 然后我跟你说我怎么劝啊 我说你看阿狗 你看你看人家脑袋 赚的还挺快的 对吧 虽然说以后他也答应我们 以后不喝酒了 然后也不给人家打架了 是吧 其实说实话 你看 在外面你要阿牛要是也找不到 怎么多好的 阿狗要是不喝酒不打架的话 还挺好的 我大爷这样帮你劝 但至于能不能劝的好 跟我们就没关系了 你帮我劝一下你姑姑嘛 啊 你看行不行 那得互相有成果才行 啊 你们得劝有成果 你劝不劝不劝的话交易就不做了 姐你怎么这样啊 姐你怎么别喊我姐 是你自己提的交易 是你自己提的交易 表姐夫可以吧 那觉得我 你别叫我表姐夫 说实在的 满满的给我下套 怎么会下套呢 说表姐夫 表姐夫 我们两个现在又没有结婚 你喊表姐夫干嘛呢 早晚是对我表姐夫 嗯 别别别别别别 你别这么说 你这样说说的说的说 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表姐 哎 没事呢 你劝阿牛有点成效 他必有高人相助 我真 他爸爸应该 我觉得应该是我舅舅 我这么聪明一个人 肯定是我舅舅给你弄的这个交易 我这么聪明一个人 我自己为什么想不出来 我自己为什么想不出来 怎么都说中计了 中计了 有什么好中计的呀 我说的是实实呀 阿哥 都有好处啊 你看这样行不行 别看我笑了 你看这样行不行 咱俩这个事情咱们再反一下 我回头 跟阿米再商量一下 好吧 因为这个事情还是比较那个的 就今天给你个答复 可以可以 好不好 今天给你个答复 看看就是说实话 你也真心帮我们去劝劝他父母 对吧 我也真心的帮你劝 你看行不行 至于我同不同意 等一会再说 在我答不答应你这个事情之前 我现在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阿米 嗯 嗯 哥哥姐素杀姨们 我 啥事情啊 我现在我答应给你的惊喜嘛 不会这个项链吧 你怎么可能 这这这这这这这菩提根 不知情 然后 我 你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 我怕你偷气我 不会 你阿狗在这 我怎么可能偷气你嘛 对不对素杀姨哥姐 没事吧 我这几天眼神不好 哈哈 哈哈 不是你这 没必要嫁真的 我你阿狗你这样搞的我都有点害怕了 是 你不是平常那个人了真的 没事 不要紧护会帮我了 嗯 你闭上眼睛 你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 我给你个惊喜 不会了 在你放心 他们直播接着素杀姨们说你要亲我 没有不怎么可能啊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你你闭上眼睛 你闭上眼睛 你看眼睛又打开了 你闭上眼睛 我给你个惊喜啊 闭紧 给我拿个东西把头给他闷住 闷住 到底是啥嘛 你这样 你这样 你闭上 你闭上眼睛 我给你个惊喜啊 闭好 你那不是不是斗舞斗人丸呢 闭好 闭紧 闭紧 闭紧呢 嗯 可以了哈 哥姐说什么 你闭好 你又打开了 我还还没打算 刚刚打算把惊喜给你呢 你又闭好 紧一点 他这样 满满的给我套路呢 快闭好 你你我觉得 谁要亲你 谁是黄妈蛋 嗯 谁知道呢 嗯 那你意思我亲密到黄妈蛋 我也要亲你就是了 快快快快 闭闭闭闭闭闭闭 快点 你会跟我 给我弄点什么虫子 知道吗 哎呦怎么可能 你看什么玩意儿有那么幼稚吗 你那次你那次说要给我惊喜 给我抓了一只了 我手放在我手里面 我被吓死了当场 没有那都有 真的 叔叔阿姨各个姐姐们 他上次就是要给我这个惊喜 然后抓了那个小老鼠知道吧 我差点被当时吓哭 哎呦 那些是几年没知道吗 你闭眼你看 你看你看你看 我能把老鼠装在口袋里吗 是不是二骨给你抓了虫子 我最后把虫了 没有真不是 我有那么无聊吗 我觉得你们两个今天都不可能了 都好开心 我觉得 不可能不正常 不可能你现在你快点快闭眼 那行吗 闭眼哈 嗯好 一只手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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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给我虫子 哎呦 肯定是给我虫子 肯定是给我虫子 你真的无聊哎 快点快点 闭上眼睛 你发誓你不会给我 对片发誓 来 快点 啊 啥 我还没给呢 哦 不是刚才有胖胖的东西 我都服了他了 各位姐姐 好你闭好我 我准备好了 嗯 各位姐姐说 这就咱们给他了 好了 我 这 你给我钱干嘛 啊 这是最近 才你钱吗 赚了钱 是 嗯 这我们最近赚了钱 然后 嗯 给了 那个地震捐款捐了两万 然后 我知道啊 然后到到你们那里给小孩发钱 发了 大大几千块钱吗 叫你一万块钱 不是 那你看最近都花了这么多钱了 你给我钱干嘛 这几万块钱是剩的 我我要不了这么多 我 反正我在这边你看 是吧 吃饭 我知道 而且你听我说完 那你给我这个钱干嘛 你听我说完好不好 你说 嗯 你把这个钱 明天 给你爸爸妈妈 给我爸妈 打过去 给我爸妈干嘛 我爸妈 真的不需要 你看你自己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啥更重要的事情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什么重要的事情 你把这个钱给他 因为你爸爸 今年 说你打工也没挣到钱嘛 然后这个钱你给你爸爸 嗯 是吧 他也很开心 嗯 开心归开心 但是就是 还有我们还要还你那个兄弟的钱呢 那三十块钱的钱 我们不还了吗 我爸妈 我爸爸虽然 听我给你说完行不行啊 好行你说 这个钱你给你爸爸妈妈打过去 过之后 然后你让他 你跟他说 你说 小苗哥人 真的挺好的 我们现在虽然说挺难的 就是 你看能不能让他 让他们同意 让你跟我一块 回家过年 不是的 小梅哥我跟你讲 我知道你也很想 让我跟你一起去过年 我也想跟你一起去啊 但是你 不能因为这个 然后拿钱给我 然后给我爸爸妈妈 知道吧 这我们稀稀苦苦挣的钱 而且 彩礼钱也还完了 你那个兄弟的钱还要还呢 但是这个钱你肯定要拿着呀 我都 我真的不能拿下 我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你们觉得 你们觉得这个钱 阿米要应不应该收不说 你们觉得应该收的话 咱们打个打个收 觉得不应该收的话 咱们打上两个字不说 我觉得是应该收的 你看你你为了 不管怎么说阿米 你说 我们现在每天收的货 至少能维持我们生活 天天还能剩点钱 是没问题的 知道吧 但是你父母你在家里 他们都还是挺困难的呀 我知道 但是你想想 小梅哥你 你帮我家 还有为了我 付出了那么多 现在觉得你看 你现在又这么这么搞 我心里面很愧疚的 知道吧 你看你自己看 满屏都是说 你自己看 不是的 叔叔阿姨哥哥节目 我真的不能收 满屏都是说 说了吧 我我真的不能收小梅哥 说了吧 我真的不要 你你你你存好 然后把你那个兄弟的钱还了吧 真的 行不行 收 不能收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收了吧 不行你你拿着存着就行了 啊 好不好你存 来来我帮我姐收 你干嘛 你有货是吧 我帮你收了 我帮你你 我帮你交给他 你付我啊 你帮我交给我爸吗 到那儿就没有了 知道吧 怎么可能 而且这个是小梅哥 我们两个挣的钱 怎么可能 我们还要夸他兄弟的钱呢 你干嘛呢 要不叫 你要不收的我就给他走了 来来表姐夫给我吧 你你一边去你有 但是我跟你可以 你你要把这个钱 给阿米的爸爸妈妈 可以可以 就一定了一定 你一定的傻呀 滚表姐夫 还是这么相信我 还表姐夫 我跟你讲 他今天过来跟你说的这些好话 就是 我觉得就是为了这个钱 是不是什么钱 我只交给你父母 不会的 我只 使命被打而已 我会 你不会的我不相信 不能交给他 不要姐夫你要相信我 不要姐夫给我 不能给他小梅哥 我跟你说 绝对不能给 你这个钱带收的 哎呀呀 你带收 哎呀呀 我给一体他们买东西 我给一体一体 你给我弟买个东西 个啥呀 你自己拿去喝酒 喝酒吗 还差不多 怎么会呢 不是小梅哥 你不要给他 你一边去 见到钱就见钱也开是吧 怎么会呢 这样吧小梅哥 那个啥 你先拿着 然后 哎 反正再怎么说 你都不能给二狗 我 我得考虑一下行不行 嗯 我得考虑一下收 还是不收 因为你看 这又不是一笔小数目 一万块钱 就一万块钱 表姐夫 就一万块钱 你去挣钱 你自己去找工作去挣钱去 哎呀 表姐夫这么相信 我不会辜负表姐夫的 不收这个 哎呦 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们 我是觉得 这个钱你是必须要收的 知道吧 你要不收的话 我真的我就给阿狗了 来来来 你给别人 你拿去 给别人也不能给他 还借 叔叔阿姨哥姐妹 他就是一个借钱也开的人 知道吧 怎么会呢 你看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妹 都要让你收呀 这又不是又不是我 是不是 因为你要听直播间叔叔阿姨哥哥姐妹 听他们的呀 我知道我要听他们 但是 我也要考虑一下行不行 我得考虑一下 有什么考虑的姐 不用考虑了 这收了吗这钱 这收了吗收了吗 这你以为钱 钱是这么容易挣过来的吗 哎呀 爸说什么 你这就拿出去 你拿出去 拿出去 各位姐 大家给阿米点个关注 给阿米点她一个脸部的关注 你们说 你们说要不收了 我直接就给阿狗了 拿这个 我给一体他们买吃的喝的 用的 没事的 给我吧 你别急 你别着急 大家给阿米点个关注 我这不是怕我解回来 他不又不让我收了吗 我也只是有点担心啊 你收了不行吗 我不能收 我跟你讲了 你没听到我的话吗 姐你就收了 不然我把你收了 真的是啥人吗 你说了吧 小梦跟你听我说 这个钱我真的不能收 你给我一个不能收的原因 给我一个不能收的理由 你出去 我不要 我还等着表姐夫给我收钱 还给你收钱 他我跟你讲 这个钱你不可能 让你让你去给我帮忙的 哎咋了 不是的小梦跟我 我跟你讲 你也知道的 前面是吧 你又为了 为了帮我还财力钱 然后 从这儿见到这儿 好不容易把我财力钱还我了 而且也 帮我加这么大的忙 为我付出那么多 你看现在 是吧 现在我们怎么说呢 我爸爸他们不管 我知道我爸爸今年 但是我想到 你跟我一块回家过年呀 这是两码事 知道吧 你不能因为想让我 想让我跟你去过年 然后把这个钱 拿给我爸爸妈妈什么的 我爸爸妈妈不是那样的人 我也不是 你还帮我收 你帮我收了 来来来 不要姐夫给我吧 我帮我解收了 小姐夫给你一巴掌 你真的是 出去 我都有点搞不懂你了 你 你怎么这么降了呢 不是这不是降不降的问题 太降也不好解 这是我的原则 你滚 真的是 太降也不好解 我帮你收了吧 你还帮我收 你帮我收了的话 到你那儿就去找你那些 咱们你们劝劝阿米 让他先把钱收下再说 知道吧 这个钱你不收是真的不行 知道吧 先收下再说其他的 收下再说其他的吗 那那这样吧 小美哥 嗯 这个我我得你给我考虑的时间吗 行不行 不然你好不好 说他一个姐妹 咱们让给给阿米考虑一下 好不好 让阿米考虑一下 你这一下 把我考虑直接收了 我 你以为我是你呀 哎呀我咋了 我只是把你收了而已 见钱也看 见到 见到好的就收 谁啊 哎 好像是我表姐 啊 表姐来了 叔叔阿姨哥姐妹 表姐来了 你们在哪 我们在 表姐过来了 哎呀 快过来了 其实其实 其实表姐 表姐还没有我打 哎 我是在那边说就是 我两天 我家又刷猪了 然后就说 我妈还隆重邀请了 就是 想要想要去我家吃杀猪饭 真的 对对对 哥姐叔阿姨过来邀请我 过去吃杀猪饭 我妈 我妈也说 哎呀就觉得之前还是挺不好的 然后就说 哎 到时候一起去吃杀猪饭 你们拿这么多钱干嘛呀 那是给我拿两千 给你啥呀 你真的想多了 他 谢谢谢谢谢谢 表姐人真好 哥姐叔阿姨你们觉得表姐人好不好 觉得好的话咱们打个好 觉得很好的话咱们打个很好 没有没有 表姐 哎 那个我拿这个钱干啥呢 我跟你说一下 嗯 就这个钱 因为我过年 我想让阿米 嗯 跟我一块回家嘛 然后只好阿米他们家里 今天他爸爸出门打工也没挣到钱 然后家里 今天特别的干嘛 然后他们那边收成也不好 知道家里也没什么钱 全靠国家 那个给他们的那个补贴一点 家里挺困难的 像小阿米还有他两个弟弟 穿的都还是旧衣服 知道吧 我想把这个钱给阿米 让他给他父母 打过去 不是的 表姐 这个这个钱怎么说的 像不 就是一直让我收下 但我觉得这个钱我不能收 真的 是吧 好像这个钱 是不是好像我之前听你不是跟我讲 好像要还那个吗 还你兄弟 对 没事 因为你 我兄弟那边又不着急 最主要是什么 不是不是 表姐你听我说 最主要是什么 你知道这个钱 我想给阿米 他爸爸妈妈 他们拿到这个钱 过之后 就 肯定还是挺开心的嘛 对不对 毕竟这 这个一万块钱 他们拿着 对他们来说 也不是一笔小数目 然后拿着过之后 他们就 嗯 想想 其实小苗还不 还挺好的 就同意 然后让阿米跟我一块 这个 这个是 但是 哎 怎么说呢 就是阿米的 一码是一码 对 这个确实一码是一码 因为阿米的性格 然后跟我姨 他们都是一样的 他们如果知道这个的话 他们也 他们也不会出这个 太坏了 这钱收了咋啦 你别说话 你乌齐妈 你跟他做干啥你 你考虑过姨他们吗 姨他们怎么可能收这个钱 他们挺高兴的 我觉得 那 那你觉得他们安心收入吗 他们都是跟阿米 他们想的一样的 那他都是让 想让他们两个就是 哎 努力先把这个钱还了 你还欠着欠钱的仗 对啊 把这个钱还了是吧 然后就是 哎 万一真的我 叔叔 哎 个节目 我跟你们说一下 小梅哥 还借了欠钱的钱 那个欠钱的钱 还没有还呢 你不能 是吧 我们确实是挣了点钱 但是不能 全都给我帮忙啊 什么的 我们 你也要为你自己考虑 知道吧 你看你 我考虑啥呀 我考虑 你看你欠起的钱 都还没还呢 你 你非要让我收下 我真的搞不懂表姐 嗯 这样的话 就是怎么说呢 我知道人家 喵小喵 他确实是好心嘛 就是希望我 以他们好一点 但是我知道 我 我 因为我 阿米之前 也跟我说了很多 我能够理解 阿米的心情 对 就是他收下的话 他心里面也会 就是有很大的负担 你知道吗 是不是 他会不开 就是他会 拿着这个钱 就是 拿在心里面 就是手里也很不舒服的 他会感觉有 特别大的负担的 因为你看你 就是帮阿米 就是确实也帮我表妹 帮了这么多 我们也还是 我也跟我妈在讲嘛 都还是挺感谢你的 这个钱就是收着 心里面不踏实 哎 我挺踏实的 不然我 哎 你踏实是啥呀 你别说话 你能不能出去 我们就是 哎 怎么说呢 我跟我妈也是在聊天嘛 就是你们 因为确实 你看你帮我表妹 这个钱还了 但是我也 也是欠着你兄弟那个 虽然说 虽然说你兄弟那边 不着急吧 但是还是希望你们两个 就是尽快 哎 能把这个钱挣了 然后能把这个钱还了 是不是 就先把这个钱还了 然后 不是的 我跟你们讲 叔叔阿姨 各位姐姐们 就是你们也都知道 知道那个事情 就是知道的叔叔阿姨们 打算两个字知道 就想没有跟他前面嘛 前面 做那个公益 然后从欠钱到借了的钱 然后我不知道借了 应该 我目前不知道借了多少 是吧 我们好好把钱存下来 还 那个欠钱的借 不然的话 他 他现在知道 你不想跟他 有那个意思 然后我们两个 现在搞成这样 他气死了 他直接来跟你要钱 怎么办 而且我是这样 阿米 我是这样想的 就是 你看我妈 你看我这几天 我跟我妈说了一下 我妈其实都 都开始接受了 就是那边家族 家族的话 就是后面 其实只要我慢慢说的话 我相信他 我表姐 能够看到你的 就是能够知道 你这个为人各方面的 肯定是能支持的 那我们还是希望 你们两个 对不对 先把那个钱还了 那以后 以后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这是我们大家都希望 是的 您的兄弟的钱 可以慢慢还 知道吧 对 因为我知道 你俩的关系 但欠钱呢 欠钱是现在知道 你跟他成不了 现在气的都不行 知道吧 因为我知道 你肯定是对我表妹很好 但是我表妹的性格 我从小都是知道的 他拿这个钱 他心里面也会不踏实的 就我姨 如果知道 你是这个 就是这样 这样这个情况的话 他们也会拿着这个钱 也会觉得 就心里面很难受 你知道吗 就是虽然说你是好意 但是可能 对吧 这样 我觉得 这个的话就 我还是挺支持安比的 如果是这样说的话 哥哥姐 苏大 因为你们 我听听你们 让表姐露脸 你们都想看看表姐是吧 表姐 你看你今天穿的这么漂亮 要不你露一下脸吗 哎呦 哎呦 我去睡眠 我面对着镜头 就是有点尴尬 他我紧张得很 紧张得很 他说的 他紧张 这样吧 阿门 我想一下 好不好 我给我10分钟的考虑时间 好不好 哥姐 苏大 因为我还是 我还是坚持 要把这个钱 给你爸爸妈妈 哎 你也考虑一下 我也考虑一下 你看行不行 因为我考虑的点在哪里 你知道吗 嗯 我考虑的点是 你们家里也非常的缺钱 我知道 还有你爸爸妈妈拿着这个钱 他肯定会觉得 他至少要到 我说为生好吧 对吧 哥哥姐 叔叔阿姨们 他肯定会说 哦 小朋友这人不错 对吧 嗯 说不定 他一开心 就同意让你跟我回安徽过年了 这是我的一个一个点 你不要的原因 可能就因为我们现在外面欠钱 是吧 嗯 拥有只 只只只好像在车里吧 在我在我车里 你去拿一下表姐 辛苦了哈 没事 对吧 叔叔阿姨哥姐们 所以说 阿米啊 今天 要不咱们一起想想一下 小苗先存上 其实我钱一直就我今天刚刚取出来的 我们我们赚的钱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 基本上都是都是在我存在那里的 我存多了 就有时候反反反我朋友啊 或者就就拿出去做公益啊 或者或者是或者是或者啥的了 是不是吗 叔叔阿姨们 你们说我说的对 还是小苗哥说的对 我觉得 现在你来你给我闭嘴 你你借到钱就也开的那种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 表姐夫说的挺对的 现在目前最重要的就是 先把这个签签的钱 要不就看这样 你说 五千 块钱 反账五千块钱给你爸爸 哥姐 叔叔阿姨们 你们觉得小苗这个主意好不好 各五千 不就好了吗 你要不要的话 我真的就给阿狗了 给我吧 给我吧 我挺开心的 小苗哥给你 你看满屏都是好 你看 他们说我说的对 大家一起预约一下 咱们13号的直播 哥姐 是不是阿姨们 对阿姨 我还得跟你说一件事情 你说 我可开心了 把平板电脑拿给我 找了 我给你 我给你 我给你说个事情 我给你看一下 你肯定也会特别开心的 什么事情 又坏 坏了坏了 叔叔阿姨们 哥哥姐姐们 怎么 怎么怎么手机没有那个 我拍个照就行了 我拍个照 只能拍个照片了 因为我手机在给你们直播 我拍个照片给你们看一下 你们肯定也会特别开心的 哇塞 这连开子开子看不到了 看不到了 真的 看不到了 因为我那个手机 是在我这个 我如果再登回去的话 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我跟你说一个 我特别特别开心的事情 就是 我们不是一直都在 长期的 对跟一个幼儿园 那个孤儿园 孤儿园 我知道那个事情 对接嘛 前段时间 我们给他们寄的物资啊 什么的 收到过之后 后来我们在在那个物资里面 放了一些被母嘛 被母 放了一些被母 你放的 放的呀 然后他们他们那个院 那个院长给我发消息了 今天给我发的 发了个微信 说前段时间 因为那个假 假什么流比较多嘛 对我钱太严重了 整个院里的小朋友 基本上都得了 但是吃了我们被母就好了 哦 所以说 所以说 这个被母 我们今天 对这个我收的 不卖了 全部给他们寄过去 全部给他们再寄过去 啊 全部给他们寄过去 全部给他们寄过去 是的 不是那 真的说实话 真的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嗯 嗯 那个表表姐过来了 各节出他们表姐过来了 表姐 对表姐 你方便下来一下吗 我下来 嗯 你下来一下 那个嗯 我我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 就是 5000块钱给哈米 5000块钱 我们继续存在 嗯 你看行不行 这5000块钱你拿着就给你爸爸妈妈 就1万确实了 你觉得有点多了 是吧 嗯 咱们就给5000 哥哥姐说啥 因为你们说好不好 嗯 不是的 小苗哥 不是你你表姐嗯 你也知道的那个小苗喝的就是被磨啊 就是呃 这个天 这样喝喝 我天啊 真的最近天气很冷 然后很容易那啥 我昨天就是 我昨天就是因为嗯 早聊了 所以你看这样行不行 就嗯 给阿米5000 然后我们自己 嗯 留5000存着 因为如果阿米要是跟我一块回家过年的话 是不是嗯 这5000块钱我还要带阿米回家 到时候要嗯 不得心话哎呀 我嗯 你觉得这样你也还是亏收一点 我觉得可以收下一点点 就是也不用收太多亏收的 嗯 小苗哥 嗯 你让我考虑一下吧 因为这个事情你也知道的 嗯 你好像是 欠了欠钱 好像借了是5万还是6万来着 6万 6万是吧 嗯 但是可能别把哎 早说了呀 还是他还是对对 墨基姐他们还是弱形嘛 我觉得可以少收一点 或者是到时候可以买点东西啊 只中可以 这样吧 我要考虑一下 行不行 不要写这个我得考虑一下 因为你也知道我的幸福 嗯 今天今天被母 今天有被母吗 不好意思啊 哥姐说 因为我们被母要留着给那个 给那个幼儿园 对 要给那个 给幼儿园 给孤儿园 我老是说错 给他们孤儿园 因为我觉得他们更需要 希望哥哥姐叔叔阿姨们能够理解小苗好不好 因为说实话 我的天 但是我 我们现在这个东西根本就收不到 你知道吗 哥哥姐说 我不然的话我不可能 你看下场直播是什么时候 11月13号 又好多天才飞播 对 就真的是收不到 知道吗 这个我差点就收不过来了 前几天你拿给我吃 我这不舒服 我收得好多了 吃了就好了 就这么的神奇 知道吗 我今天声音都不啥天 哇 我啥的说都说不出话 我前几天 一半 卖一半 这 给一半卖一半 确实这个 急用被母 有多少人想要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想要的空格一 这么多被模 但是我跟你们讲 叔叔阿姨们 我今天去收这个 我跟你们讲 我真的差点就收不过来了 因为那家人 我的天哪 一直在跟我说这个价格 因为最近被母 这个疯狂涨价 知道吧 因为我知道 现在现在都是都是 对 过了这个冬天就没有了 因为 都这么一两千呀 对 因为这个被母冬天的 被母是特别好的 冬天一到冬天的价格就涨了呀 这个我知道呀 你多少说的 我的天呐 我跟你讲 你你会 你会 你就直接说一千几不就行了吗 我前两年就没有低一千五的 没有低一千五 我也没有低一千五的 你确定 肯定 那我就 所以说我都我要把它签几天怎么没开直播的呢 行 那我就跟你说你做好心理准备哈 说一千我猜 你猜 最最不可能低一千二了 你手里好多 你多少收的 我说出来你们两肯定会惊讶 多少 九百 滚 啥子 不是你不想 我那个天呐 表美从小 我从来不说谎话 我跟你讲 今天这个九百为什么收到 就是前面前面那家人我我我进去收嘛 然后我说有没有被母什么的 就是就是好几户人家都被收走了 然后我再往上走走一点嘛 刚好有一户人家 我说有没有被母啥的 他说你家里面做嘛 然后有一点 他说有一点 然后他问我多少钱 我就说九百 然后他他直接他直接直接骂 我知道吧 我差点被我这我真的就委屈死了 他说九百 他说我我最后九百收来了 最后九百好不容易收过来的 我表美从小看 因为因为我表哥你知道吧 我表哥我们两个冰封两落 我去收这边他去收那边嘛 然后后面我没有办法实在是没有办法 然后打电话给我表哥 因为我表哥他是本地人嘛 对我而且那个村庄那个村庄 我表哥认识的人也挺多 就是他们那个 呃 真九百收的 真的 村书记啊什么那些他都认识 知道吧 我哥从我哥这些关系 对 真的就是表哥哥结束啊 哥结束啊 觉得阿米厉害的 咱们打上两个 我厉不厉害是说阿姨们 但是说实话阿米 这个我是 后面还给他买了两身牛奶 那里还有一包 对这里还有一包 就只有两小包 我的天呐 因为我说实话 人家那个 因为接下来我是怎么想的收不到货 然后今天人家那个院长给我发了个消息 我手机 手机 登在这里开直播 没办法给你们展示是吧 嗯 开心死了 一个本来一个一个过院里面小朋友 基本那段时间